要偷偷一點充手的線索 妳真的想要聽 什麼 妳真的想聽我講囉 因為妳在拍戲的時候 都是看自己的支線 還有很多細節是 必須要透過電視 哇 原來是這樣走啊 原來可以這樣演喔 很多朋友都會 最近一直騷擾妳 有很多 然後連甚至我家人 然後還有一些比較 不太常聯絡的朋友 都會說他們真的很喜歡 然後可不可以告訴他們 充手是誰 然後通常都會跟他們想說 你們真的想知道嗎 我現在要講囉 然後他們就說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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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聽我不要聽 那妳自己在演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Yuri蠻笨的 就是一直被男性圈的抓 是哪個女孩子不是這樣嗎 在談戀愛的過程中 幾乎都是這樣子 那妳自己本身是這樣的類型嗎 我好像是 妳也不能說笨嘛 就是比較看待這份感情 要偷偷一點充手的線索 妳真的想要聽 真的想聽我講囉 沒有啦 我覺得第三季會更好看 會不會今年就突然有一些好消息 跟大家分享 我也不知道耶 應該要等到之後 但如果有好消息 我也不會認識我跟大家分享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妳家人還是很想偷看過妳的氣氛 沒有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妳有鎖起來嗎 我沒有鎖起來 我就放著 但不太可能會讓他們找到 就是刻意無效 人設 心如節就是想要找一個臭臉 那剛好她就覺得我臉很臭 所以就交了自己 她看到妳臭臉 是平常計可會的 還是私下的樣子 好像是秘密化妝師 但我記者會不會臭 哈哈哈 他們一開始找妳要演臭臉 角色妳會很驚訝嗎 我當下反而還覺得 欸 應該會蠻輕鬆的 就是我只要 就平常的樣子 他們應該就可以買單 因為妳私上拍到也是走比較偏 比較酷一點 是嗎 我覺得比較甜美耶 哈哈哈 我覺得有甜美耶 所以這集合比較有笑 雅雅 因為她這個人真的就很好笑 她的反應都是真的 講一下吳康仁的重複感 她墊了兩層還三層就是吧 她一收工我就直接就 借我摸一下 很夭壽是不是 很夭壽 那她有難為情 還是說妳 沒有啊 她就說來啊 她很大方 來 妳用什麼辦法給我摸 就蠢那樣 就直接捏下去 又不是真的 哈哈哈 她又不會痛 那她有叫一下嗎 就是她去裡面的嗎 就是交撐這樣子 喔 因為我一直覺得她那一套 她穿她身上 而且她又高 又穿高分析 很像舞龍舞獅 然後她走進來的時候 胸部在那邊扭動 她那個流蘇是一直很海洞 就是說她很像舞龍舞獅 就是她現場那邊講話的時候 像寶寶的聲音講話 對 我是Baby 寶寶 會不會覺得她比妳還要那一聲 她真的 我覺得她全是寶寶 我覺得全是非常非常好 身為女人原來可以這麼有女人味 啊 太成熟了啦 她跟那個柏姐對戲有沒有印象深刻的事 我跟她對戲很無聊耶 因為我跟她在現場基本上是不太說話 就除了討論劇本之外 因為我真的跟她也不認識 所以我們也沒什麼在聊 就是戲結束之後 不然在那時候在合作的時候 她在妳眼裡是一個什麼樣的 她很專業她很經驗 就感覺話也不多啊 演牛郎真的演得很好 她好適合當牛郎 如果還沒上戲 她可能就是都比較安靜 但是一上戲之後 就覺得牛郎的樣子就出來了 感覺讓我也很入戲 你自己看 還好耶 牛郎這次螢幕出來 我覺得很好看 看到劇本的兇手 那時候有下一條嗎 有 也還好都被他們是這樣子安排 因為我們劇本都是八級八級 一季一季拿到的 然後我記得我們到第二季的時候 都還不知道兇手是誰 即便我們在拍了 新入局他們也都不讓我們知道兇手是誰 妳的時候覺得兇手是誰 不想跟你講 那妳有懷疑過自己嗎 因為妳搞還不知道兇手 不想跟你講 不想跟你講 妳比較喜歡狐立這個角色的樣子 就是一個狐傑的樣子 當然是我很喜歡 怎麼可能是 那兇蠻帥的啊 我們說不搭的時候 不搭 這是帥 對啊 但就是還是正常一點好吧